我搜的是真红的房间 不不不 注意是我的实验室 我的房间不可能在这么小的地方 对 真红的房间是一个实验室 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仪器 仪器台的下面 一个很大很大的箱子 上面被封条封住了 那个封条上面写着 再也不要打开 我竟然看到这五个大字 再也不要打开 这是六个字 我都看到了这六个字了 觉得我能干什么 打开它 之后我用那个RED这个密码 把那个箱子打开了 发现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精密仪器 里面有RED拍美容仪 RED拍点火器 RED模仿骰子 这些发明你是自己原创发明的 还是通过什么渠道拿到的这些 我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发明偏才 就像你看到我的整个实验室一样 这是我的人生闪光点 和我人生的一大志向 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发明家 如果你那么优秀 然后你设计出来这么多仪器 你为什么上面写着 再也不要打开 对 这也是我要问的问题 唯一的一个问题被别人问了 那我说回来 刚刚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 它是我的过去 第二点 不能再打开它 你们自己去找理由 我不想说 哎呦 那你叫黑话了 拽什么拽 拽什么拽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们 如果你找到理由的话 就会值得 而且我发现这些仪器都是 电啊火啊 其实很危险 这些东西你在发明的过程中 你是否进行过实验 我 整体实验啊 美容仪 都没有进行过实验 你是自愿意用它的美容仪 被迫呀 都说了被欺负 等一下 我这 等一下让我继续转 你是被迫的 不仅只有你是被迫的 还有很多人是被迫的 接下来我在真红的柜子里 发现了一份表格 上面写的是 RED产品实验记录 它上面不仅有赵星儿的名字 里面有很多人的名字 每一个人后面都对应着一个 实验产品 而且里面最重要的是 他把每一个人的弱点都记得下来 所以很可能是他通过这些弱点 去威胁或者强迫那些实验对象 来配合他的实验 对此有什么解释 说什么 那我假设一下 你上面封卡写了 再也不要打开这些仪器 会不会是有可能 你的仪器里面 就是失败了 造成了什么 对人的伤害 所以你不敢再去使用 那你拿了理由 拿了证据来跟我讲